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有奶奶庙的争议引发的现在是一个雅俗文化大讨论 所以你看你学建筑的 我想问问你 最近这几年咱们听的多了 就说中国现在的农村里的很多民间的建筑 包括你说的这个庙 有的人讲就说奇丑无比 甚至是中国是最恶俗的 最最俗艳的这么一个时代 你作为一个学建筑艺术的 你又看了这么多 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大家的视野可能还是比较狭隘 在这个方面上咱们国家不是佼佼者 全世界都有这种非常好的创造 日本也修了很多很恶俗的房子 印度也有 美国也有 欧洲也有 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去说问题的时候 全球是一样的 不是咱们中国一家独有 这个口风很像胡锡进老师 其实我欧洲也去过十几个国家 闻他老师去的更多我怎么没讲欧洲有那么多恶俗的房子呢 你没见过是吧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是知道的 就是它是一个新城市里面盖的 还是说它是以前的老城市就存在的那种房子呢 都有都有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奇迹 它怎么恶俗呢 你知道它怎么表现 就是说你看印度有一个鱼 修了一个大鱼 像一个鱼 有什么各种都很像 然后泰国有个大象 有个大象楼 这样拍的 那个大象的一个建筑是吧 就做成大象一样 美国还有一个真的修了个大象 然后上面做了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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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是就泰国起象的一模一样 放那那那那那平地上面 那个那个现在是美国的国家级保护单位 我们保 是当年一个一个开发商就买了块地 然后你就照个警官啊 给大家说我这有个这么个东西 大家让他买那块地 就是一个宣传一个广告 所以这种行为其实不是掌握国家独有的 就是我看你这个图片给我惊着了 我河北人呢 我都没听说过 说最大一王吧 在我们河北呢 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 在什么地方 在白岩殿和欢大光源 就是你看看见吧 巨型的那个王八 好像还有一个 你在另一个地方说还有一个龟 那个乌龟很有意思 乌龟比王八有意思 乌龟是你给讲讲 我是先知道了有王八 去看了王八 回来写 那王八是干什么工用的 它因为那个是一个公园嘛 白岩殿嘛 水上嘛 它那里做的是个水族馆 哦 王八里头是展览水 它其实就是个大棚 然后棚子就做了这么一个形状 然后里面实际上是水族馆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回来写这篇文章 我就上网查 查之后就发现它有一个大乌龟 叫巨龟院 在哪 巨龟院在锦兴 锦兴 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做的 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做的 他呢 他在村里面土生土生产长大 他后来养 养鱼 就养王八 支付了 支付了 但这个人很有家国心怀 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老革命 哦 他是在这种红色文化下生长大的 那他也觉得现在大家 那种社会意识越来越淡薄 他就想拯救一下 所以他修了这么一个巨龟院 好乌龟拯救 他修了 这个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的一个 他首先修了这么大一个大池子 99米 因为他想纪念1999年的澳门回归 哦 然后那个龟是先修的 龟的上面有1997个小乌龟 香港回归 对 哦 龟 哦 然后在周围的一环囊 环囊非常多的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有天安门 然后有中国历史事件 然后很多悲客 就给他讲这中国的历史 这是他第一个营兆 秦淮啊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 他觉得还是不够 到了2000年之后 这些事情还是 他越来越觉得 这个时候没救了 然后他就想 我还是再得努力一把 他就修了一个华夏园林 他自己修了一个园林 这次是什么动物 不是动物 把中国的历史朝代 从这个原始社会 移路 下山之后 然后秦汉 然后魏晋什么的唐 宋元明清 每一个朝代 他自己修了一个小园林 这小园子呢 大卫跟咱们的眼部听差不多大 然后大多数的是 有的是修了一个城楼 有的是地方是修了一个小小的断墙 有的时候修了一个门 比如他说 我对水草特别印象很深刻 他修水草的时候 我一看就没看明白 一个小门 一片墙 他说 我就看到他那个杯客 他每一个门前面有一个小杯客 杯客上面写了他自己的设计说明 他就说水草 是开了大云河 这是举世无双的大事业 所以他把那个城 他把那个景观景墙修成两艘船的样子 哦 是潮域嘛 是船 哦 他就是按据他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他修了这么多个小园林 然后在 他刚才说水草是什么 水草 水带 水草就指的是云河里面长的那植物吧 不 我说 他修了那个水草的 那个那个园林 水草 我听了水草的 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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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带 水带 啊 就阳广开凿大云河 对对 纪念这个功绩 他就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然后他就修了这么一个一个一个门 然后在这个园林的边上 大概有几千米 全是石刻 就从下山洲开始 就原始社会开始 下山洲在中国历史以南流传的 最很经典的东西 到近代史 然后 然后特别多的碑客 什么 然后到 到到到到到那个 我们的共产党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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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家 怎么建国 哦 就整个这一路一路有到两千年 最后结束了里面是一个大亭子 亭子里面呢 有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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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块背背的上面有个嫦娥 嫦娥抱着一个长征一号的火箭 就是整个这一路 和额计划 这真叫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对 就是他 但是你觉得我们河北那个乌龟王吧 你认为那是建筑还是雕塑 就是它 它是没有什么实用功能的 嗯 那个乌龟有实用功能 乌龟里面是个小神殿 是个观音殿 哦 观音在乌龟壳里是吧 然后 然后呃 那个观音殿的下边 就那大池子下边 我才是去了 非常牛逼 你牛逼在哪 这这底下是什么呢 是中国第一个农村海洋事件 哦 农村海洋事件 啊 但是他是他私人是他私人的吧 对 他自己造的 他就说咱们乡里乡亲穷 出国什么出海都看不着什么东西 就这机会很少 那你能不能就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就能看到海洋动物了 他就自己造了这么一个海洋世界 海水都是他自己配的 不是 但是他这也是个生意 嗯 它是个景区 国家事业级景区 然后非老 非小通先生给他提的词 哎呦 听上去很像 我发现河北的企业家特别有情怀 之前是有一个叫孙大武 那个是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很奇异的方面 是关于社会的 那这个是关于个人梦想的 我发现 那潘老师我问你啊 这个美丑 你也是学建筑艺术的 你认为美丑分 分那个阶层吗 呃 分阶层 美丑 就是 首先是应该是有一个统一的 关于审美的这样一个标准 但是呢 古典派 嗯 那你是古典艺术派 对对 我是行为艺术派 你是行为艺术派 现代派 你是 但是我的第二个观点啊 就是首先它应该有一个标准 但是在每一个阶层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这个你触动了一个 这个这个艺术家们都很爱聊的一个事 就是在中国大地上 就是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正在发生着一场怎样的艺术实践活动 甚至是大众性的 这个事情啊 我们真是难以一言而诀 因为呢 你看啊 有人觉得 这太难看了 对 对吧 就是说 你知道 但是它 但是这跟艺术的观念有关系 比方说啊 你比如像你刚才讲的这些这些时刻 你知道我一下想起来 早几年啊 苏东坡他们那个老家 那上面啊 有个叫彭祖 现在各地都在挖掘自己这个文化 对 说这个彭祖 那个当地干部领着我 说彭祖啊 性文化博物馆 我说为什么彭祖是性文化博物馆 他说彭祖啊 活了800岁 就是长寿 他说这个道家的书里记载啊 他就是育这个厨女啊 就是这个夜育 每天就是睡很多个厨女 所以就是龙惊虎猛 好 我说这彭祖姓文化博物馆怎么弄 到了山顶 我以为吃的姓呢 原来是那个姓 姓啊 一看呢 他这个全是浮雕 但是浮雕呢 他这个艺术风格很有意思 他这个 我们想象的彭祖呢 是个神仙吧 应该是 他至少是那种既履常然 不是啊 他完全是彭祖跟一个个的这个女孩子在肉搏 但是他又有点这个 要照我说有点古希腊的风格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彭祖 我就看一老头啊 这个 这个 虚发奔怒张 然后这个肌肉囚结 像那个大卫一样 那个 那个他囚结 跟一个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也是这个风乳肥臀 但是呢 书的这个头发型呢 却是中国古代的那个 是女的那个发型 所以说你就要呈现出一种 然后两个人一直是在表演这个 性行为 什么叫彭祖七十二世 这还一个老头 我跟这个帅这个哈达鸡肉 我就你知道 你就是我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很娱乐 但是后来呢 我遇到有些个 你比如说这个 像像这个从美国回来的 有的一个研究艺术史的 他会有另一种观察 他说 他说这个东西啊 是一种中国的波普艺术 嗯 就是说呢 他中国的这个比如说乡间呢 他们弄的这么一个东西 又有点西方的艺术 又有点本土的东西 他就是杂柔在这个里头啊 最后他呈现出来的 他说你看乐了吧 娱乐 乐趣 他说你看到了这个这个这个乐趣 哎你看 但是我又知道啊 他纯粹是一种解读 嗯 西方艺术史家 他用这样的一个眼光 他用西方的这个所谓现代 还是后现代这么一个 去解读这个现象 但是我又知道 我们的人民群众是非常真诚的 搞这个的 他并没有说 故意搞个反讽 他不是为了娱乐去做这个东西 对他不是为了娱乐 你说这个事 哎你作为学建筑艺术的 你怎么理解这种艺术现象 嗯 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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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可能来源于他的知识系统是随便化的 就是就是说 嗯 精致的精致的学术是肯定是讲体系嘛 对 你你你去给老师教一本论文 老师第一下会插个逻辑通通 对吧 他会讲讲这个结构 可是在底层的人民生活当中 他没有足够的这种知识素养去建构一个结构 但是他有建造的欲望 就我想盖房子 我想盖这么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艺术景墙 那我得盖呀 好 你去找那些 也找新闻大学的教授来跟你干 收费很高啊 付这个钱 怎么办 那事情又得办啊 他自己一葫芦花瓢照着来 他就通过他这些碎片性的东西去拼接 去这里补一块 那里补一块 那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这些东西来源于哪里 他的 你说的古希腊也好 是什么印度也好 这种士婆教的这种新新闻也好 他就柔到一块了 我觉得他的价值其实不在于说 你来的时候感觉到很娱乐 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了 很乐呵 包括我的演讲一样 大家感到的很慌快 对 但是他背后其实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这种知识分子阶层 你如何去理解 或者说去从中去吸取一些营养的话 其实是需要去看到 他在这种非逻辑的情况下 所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是你在逻辑情况下想不出来了 如果逻辑人想得出来 世界上就没有创造力这么回事了 那他们就通过这种非逻辑的 非美学的 非理想材料的建构 这三个 我称为三非行为原则 这三种东西造出来了这样的一种景象 其实是可以极大拓展你的这种思维的这种局限 基本上造出来一个你根本就不会想得到的东西 激发想象力 但是你认为我们应该对这种创作赞赏吗 或者说希望祖国大地 那也很奇怪 我跟美术馆的馆长 有个范老师 我在聊天 他给我发了一个推送 他就说在明年好像是纽约一个什么艺术馆 他们要做一场服装设计的一个展览 邀请的艺术家都是 他的设计跟宗教有关系 然后他就推给我看 我说你把中国随便乡下一个庙拿过去的绝对就是正经世界级的 咱们中国的农村单代艺术 这绝对是世界先锋级的艺术 他有这么一个 你换着一个标准来看他的话 他就是承认这种状况 是是是 你说的其实很有启发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那个东北大床单 不是咱们那个女明星走到嘎那儿电影节的毯子 那天我听一博物馆馆长还跟我聊呢 就是说这个可是很现代的 就是这个从艺术概念上讲 你东北这个大床单做成礼服 穿到这个嘎那电影节的地毯上 他说这是个艺术行为 你说这该怎么理解 艺术史实际上是文人和知识分子书写的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需要他的素材 我们说这个毕加索为什么成为现代艺术的开山鼻祖 就是他他把那个传统的艺术家的那些素材给抛弃了 比如说从非洲或者从某些岛屿 从一些很很原始的部落找来了一些拼接的东西 把当时的艺术和最原始的架接在一块 就成了一个艺术史上可以解释得通的 现代艺术的发源 就跟刚才旭腾说的 就是我们民间的随便一个庙拿出去 就可以放进艺术史里边 但是你要去解释它 说通了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知道现在实际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大地景观的问题 就我们中国有一个特别可惜的事情 就是老的东西被毁的差不多了 真正的古迹哪里还剩多少 已经被毁的差不多了 历史上多次的这样的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到欧洲 讲到美国 对我们也会见到几个很奇怪的 比如是像你包括这个床破 在美国搞些什么 相心带淫的这个大楼 有一个它确实是个迪士尼一样的一个奇观 但是你到欧洲你会发现 它这个大的格局 因为一直保存下来了 所以你看城市 包括你看你到一个乡村 它可能中世纪的这种石头房子 它甚至形成 它有意识的很早年的就开始保护 形成它的景观 出几个幺蛾子 不影响它整体的景观 但是你知道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真是要在一张白纸上 因为基本上属于过去的很多美好的风景 老房子被铲平的都差不多了 于是乎呢 真是放纵大家的想象力 就去这么搞 那么最后这个大地之上 我们会呈现一个新的新中国的景观 那么这个景观 你满意吗 还是说像你说的一样 我们应该懂得欣赏 这就是我们将来的景观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我觉得需要提一下 就是一个国家是怎么起来的 就是它经济增长起来 怎么起来的 欧洲起家是靠大航海时代 它的所有的收入来源于海外 所以它国内的东西 它一直是一个财富的聚集地 然后人口也并没有井盆式的增长 所以它的城市格局可以保存得很好 然后美国起家也是通过一个全球战略 通过一战二战 然后慢慢地去积累全球的市场 我们不一样 中国起家是一个特别悲壮的事情 我们在祸害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在海外去积累财富 我们全是祸祸祸我们自己的城市 祸祸我们的乡村 是这么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城市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悲壮的事情 它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但在这个积累之上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如何去看 就是我是感觉 跟一个小孩子长大一样 你小时候调皮 长大调皮 他长到一定岁数 他自然就成熟了 他成熟之后就这样会形成一个筛选 那好看的不好看的 或者说我们认为经典的不经典的东西 它都会慢慢地去积累下来 我们之前所很深厚的历史 也是通过时间积累的 但不过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文化初创的一个开端 有点像青春期 它青春期总是躁动的 但是它也是搞怪的 是吧 但是也许会慢慢沉淀下来 它还有一个 它是一个中断的 它是一个文化中断的 在中断了若干时间之后 你在开始的时候就有点乱造 而且还真的是群众自力更生 就像你讲的 我也见过 比如说有个人说 我们村没有博物馆 好 有个发财了 他就要建个博物馆 然后里头全是假的 什么皇帝用的宝剑 什么的 反正他说是就是 博物馆里产品很多 是吧 刷青春系都很多 造一个 就是以至于当人们 你看当这个山间的这个博物馆被报道出来的时候 他自己都觉得冤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博物馆里的东西 是假的 是假的 或者说 或者说 他说 那送辞 我们就请得这买一个 不就是送辞吗 就是他根本就不觉得他是做假的 他觉得博物馆不就像个公园一样吗 需要什么什么 就李白骑的马呀 给钓一个 对不对 就是李白骑的马 所以他的这个观念 你是不是瞧不上这个鄙视链 审美的鄙视链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傲慢的一个观念 就是用一个标准说 这个东西好 这个东西不好 然后 其实审美这个东西是很昂贵的 你需要去做一个精致的东西出来 他实际上有很高的费用 但是在底层人民生活当中 他没有这么多的余力 来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底层其实往往讲的是生活 讲娱乐 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实在是太苦难了 他如果能够有一点点的娱乐在里面 他就会很高兴 那他去寺庙里面去呢 他也是 他也没有整天在家里面 就求神败 我啥啥也不干 该干的活也没 也没纳下 他就去庙里面去一下 你扶他保佑 然后可能求一个简单的心理安慰 完了之后 平常的生活在中 为人能有一点点的娱乐 家庭之间朋友之间 他就很高兴了 跳广场舞 舞一下 我觉得我们俩的角色调喚过来 不像一个清华的设计师的出身 反倒像我这样的一个 一个文化的二刀贩子 就这种讲的一些东西 不 这正是 这个其实你们俩 正是这个艺术史的观念之争 比如说 对于古典艺术来说 认为美是绝对的 美是跨越时间的 美是永恒的 它是有永恒固定的标准的 对吧 这是古典的 但是呢 你比如说这杜尚 把这个小便池倒过来一放 它开启了现代艺术的一个时代 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的艺术 你说它是个 是个马桶也好 是个小便池也好 那看你怎么去理解 它还加入了观念的东西在里面 观念的东西 所以这个又如此奇怪的 嫁接在中国的 很多就像你说的民间的这种很多塑造 有时候我现在接触一些西方的研究艺术史的 我就发现它有一种错位的一种观察 对中国大地上的这些群众创作 有的人觉得丑 但有的人觉得刮目相看 说这个东西好现代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它是来自于土地的 对不对 很不清华逆子 为什么我的眼里长寒泪水 因为我对着土地 爱的生辰 对吧 他是老百姓的人民的儿子 因为清华的学生 或者清华出来的人 他经常会有一些绝对标准 或者他认真 一是一二十二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你看问题的方式 就经常是站在老百姓这一块的 但是你觉得老百姓的审美需要得到引导吗 还是认其自然生长为好 我觉得引导就是一个很法西斯的词 对不对 凭啥要去引导 人家穿些什么衣服你凭什么去指责 对吧 美和丑是没有绝对标准的 我觉得没有绝对标准 或者说其实我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美和丑还是有的 但是在他的实际情况之下 他肯定考虑不了这么多 他有一件衣服穿都不错了 但这说的比较绝对的事情 随着咱们国家越来越富裕 他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 你是不是认为他们的审美也会随着发生改变 到了那个阶段 你只要有了余钱 你就会去琢磨怎样 今天穿漂亮一点 明天戴个什么样的手表 后天开个什么车 这个套和那个套不好看 你自然就会有这种东西在了 这也是可能是个自然的过程 我现在觉得 但是但是现在我在这个乡间 有时候就一个路上走过去 确实挺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还有你说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福禄寿 福禄寿是个大楼 在燕郊 对吧 一个福禄寿 过不了多久 一个大乌龟 一个大王八 是吧 还有什么 又过到山间 看见一个佛刊 一个神刊 在一看上着乡 照片上拜的是马云 对 这种景象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他经常会 我觉得就刚刚又到了最早的话题 灵不灵和怕不怕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传统文化的接续 我们古代的乡村的时候 他往往去找起名 要找先生去起名 他去盖房子 要让算风水的先生 或者懂文化的先生 来帮他看 来帮他设计 他在写条幅的时候 让人家来给他写 就整个 在整个乡村 是有这个主导的一个正统文化的 现在是没有 所以一切都是生产 有的人呢 是悲观派 我听有的这个知识分子也说 说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文脉啊 就是说已经断的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是水泥地上长草 但我觉得它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真的是水泥地上 它就是自然发育 自然生长 一开始可能就是七行怪状 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 对 对吧 它有可能在 我觉得因为教育毕竟是发展 文化也会普及的 虽然不是引导 它一定会在这种荒蛮的地上 再接触有一点文化的东西 有可能会将来引领世界艺术潮流 也是有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世界文化的未来在中国 因为中国现在还有实验 中国还在伸展还在变化 我们中国人民在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 实验艺术